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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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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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稍微有一些不同的定义做法 那么我们大概知道 所谓就简单说 只要离开一些愈恶 比如说贪着身体的舒服啊 贪着眼睛要看到好的 耳朵要听到好的 鼻子要嗅到好的 舌头要尝到好的 身体要感觉到很舒服的 躺在那边啊 坐在那边啊 就是靠在那边怎么着 你就是有贪着就对 就叫愈恶 那么当然这里面呢 不善法 那么不善法是指什么呢 当然这里就简单的贵纳 比如说有五盖 那就是不善法 那么当然第一个就是贪欲盖嘛 贪欲盖里面分两个 一个就是身体上的 贪着身体上的这种 我们叫无欲的乐 因为你现在要想达到禅定的话 那么这些叫心血的话 大家这个心要安稳的话定下来 那么你在这个时候当下 你是不应该有这样的一种贪欲 那另外一种就是说 你贪欲的是性行为的贪欲 然后欲贪 一个就是对于你的无欲 你的言而必实声 这五个希望的快乐 有一种感觉满足你的 另外一个就是一个欲贪 那么当然你可以严格的说 从修行来说增上心血来说 你可以说其实你会 禅定都会让你快乐的 至少你会让你心安定的快乐 也是一种快乐 那么当然还有很多种了 那就是说像这样的话 这个你可以说你还是有贪欲 这个你们先不要去谈这些事 这些都是 但是里面讲的这个境界都是已经很高很高再来说 什么东西都是开始 就好像能追随快乐 如果一个人不懂的追随快乐 他就不用去修行 对啊那你就说他一开始就有贪欲 那这样这些都是找理由 这个都不是正确的见解 那明天下星期我就讲见解这个问题 好 那么就是说如果一个人离开的欲恶 这欲的 一个离开的欲跟恶的不上法的时候 他就会到了一个境界 一个状态那就是有寻有事 而这个有寻有事 那么这里当然是指说离一般就是离开无欲 不是离开那个屋盖 生起了喜跟恶 进入了出禅的境律 境律只是一种翻译叫三摩地 你三昧看你怎么翻译 那么当他进入了这个境律的时候呢 巨足当然就是说 就因为这里没有分 你就算进了禅定 清跟不清就是说干净不干净还是有分的 当然一半的定义都是把它定义的最好的定义 那就是说进入这样子 具足了这样的出禅的这个三摩地或者三昧或者叫境律 安住在上面 那么乃至能一直到第四个境律 或者第四个禅定 或者叫第四个三昧 那么具足安定 所以叫做正善心学 后面这些就比较有点困难 但是基本上只是要说到这里面还有分设的 跟前面你可以说是设法的这个境律禅定 后面就是无设法 等等所有的等词跟等字都算是 那么这些都是很专有名词 其实我还是先解释这两个字 我不要讲得太太复杂的话 就是说一个叫等词 那么一个叫等字 那么当然等词我们这个你可以把它直接就把它翻译成就是三毛地叫等词 那么等字呢 你也可以就翻译成叫三毛地 这两个都是一般比较专有的一个名词 当然比如说有一些人当他有了这样的一个初禅定的时候 那你可以说他有初禅的等词 那么但是呢你如果有了这个初禅的等词 你可以借着这个初禅的等词 那么而去修持 比如说我去修观 我去修别的 或者是说我不一定是在禅定的境界里面 但是我是借着这个禅定的这样的一种 一个程度我就可以去做别的事 观照别的事 这个我们叫等词 当然我们也叫三毛地 所以这边他这里只是告诉你说 什么叫正三心学呢 包括你不只是四禅定 跟无世界的禅定 跟还有一切的 包括是禅定上的 比如说有很多不同的禅定 无量心这些都算好 那么这些的定等词 或者因为你有了定而产生 这个产生观照的力量 但是你是基于这个定的力量 而产生观照的力量 那么这个叫等词 所以这些都可以叫做正三心学 那么他说 因为你依了这样的一种禅定 经历 三昧 人最初入到圣地现观 就是你进入的四圣地观 一般进入四圣地观就指现观 当然这里面怎么进入现观 而看到四圣地 这个是非常非常复杂 比今天你要听这个复杂多了 如果你今天觉得这课已经 哇好什么 没有什么深的 多听就好 然后多修你就会知道 那么简单说就是如果 就算一个人最初学到现观 现观是只要正到涅槃的时候 叫现观 这种观照 他是个庄文名字叫阿比撒玛 那么就是一个平稳的观的意思 那么当然这平稳观一定就是观四圣地 但是怎么观四圣地 就是非常多的方法 然后所以他在最初入到四圣地的时候 他会达到这个正心理生 那么就是说他会得到一个 一个 你可以说 用英文的 就是用英文的方式来理解的话 就是用一个 有时用中文有时也挺困难我觉得 就是一种就是说你会自然而然的 一种正心是指 所以他其实是一种 一种当然一看就说是好的意思 其实他最主要是要表达 这是一种在宜旧间本身就存在的一种 那么离开了这个 反倒达到这样子 一个最亲近的一种状态的时候 那么他就说明说 其实是都没有远离的一切的这种禅定的 就是一切的这种三昧 而成就此事的 所以为什么说 尽力禅定应该就是说或者三昧是最俗胜的 所以在这里说他是正上心学 如果今天你是在考试 老师给你满不满分 就像你学一个定律 第一个定律你要知道 一谈到正上心学 当然就有四场定 够吗 不错了 知道你一定会拿50分以上 那看老师怎么去解说 看他解说了多少 那么但是最重要就是首先是这个 第二个就是你也要知道 其实只有四经就是正上心学吗 当然也不是 不够 包括你讲的三摩佛迪 三摩佛迪 三摩佛迪 三摩他 那么无世界的这些都算是 那么都是正上心学 然后甚至 其实一切的当你入现观的时候 因为这个在传统上的都包括 不管哪一个传统佛教传统 都会认为在你进入现观的时候 虽然你可能没有修场定 或者你有修场定 其实你的定状一定会升起 为什么怎么讲呢 我讲个简单例子 你不可能说我在进入圣道的时候 我已经在灌到四地要进入 变成要登了出国或出国像的时候 我没有定的是怎么可能 你都没有八正道 你怎么可以进到这个果像跟果尾 不可能的 那么你不能说因为我没有修啊 这个都不要 我现在不去谈这些问题 因为这个问题是非常处扎 只是说从佛法来讲 这是不可能的事 那么所以这里就是双面要 这边要讲说 也要说明一个就是说 因为其实你还是要以这个定理 你才能突破 那么再来去入这个圣道 所以呢 才能去入这个所谓正心理心 因为人家离开了防腐位 才能离开这个防腐位 正心理心 这样的话都是有归于 就以这个妓女 所以为什么佛都把这个妓女 认为是最殊胜 那么才会特别的要介绍 有个叫正三心学 好 那我们知道这个呢 我们要再看别的异理 当我们谈到正三心学里面 那当然要介绍这个非常多了 我只是都用最重要 我认为很重要的概念 因为至少把它抓到就很容易了 那么就是我们要谈到禅相这个问题 当然我们知道 尤其在中国讲中文嘛 听到这个就很顾忌了 蛤?着相?不要修了 那么我现在就不跟你解释 你们自己慢慢去看 我们就先看看里面的内容是说什么 当我们看到一个禅相的时候 那么这个字叫Nimita 其实这个字啊 像这个Nimita 是我们 当然在禅修里面 它是个禅相 事实上在我们人世界里面 比如说今天 你想说 这个人啊 它是脸是圆的 比如说你今天问说 法要法师 我不知道我的脸是像什么 有时候我的脸像 有时候我的脸像长 那不管你们怎么看 比如说 你试一下你心目里面 比如说对我的长相 你有一个样子 你甚至有点固定的样子的观点 你是靠这个Nimita 你是靠这样的一个像 来区别说 这个是法要师还是不是法要师 还是法要师判了 还是他瘦了 还是他白了 还是他黑了 对啊 你是有一个这个像 所以这个叫像 但是呢 但是我们这里会翻译Nimita 其实严格说我们也不需要翻译产像 我们直接翻译他像就好 请记得中文的翻译像有很多很多 因为中文都把特色也翻成像 那么有这种修行里面的共像 比如说有无常苦共和也翻成像 把一个人的特质 比如说法要师是比较喜欢 比如说他现在在哪里 他是怎么样一个人 这个我们一般叫不格拉 那么他是怎么样种姓的人 那我们叫B甲 比如说什么 也把它翻成像 所以请读中文的人 要非常非常小心 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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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小心 这个像字很容易把你搞混 等下很多人还每天跟我谈清干净那个像 我就问他 你知道那个是用哪个字吗 你知道用哪个字才跟我谈 因为这里面其实他用了一个字 其实只是讲是一个像是三亚 不要有这个三亚 不要有这个像 终身像 这个就是我们所谓不要有终身像 就一般我们所谓的经安经家说 无我像终身像受的像 其实严格或者你要翻成一个比较 你认为说比较现代一点 不是现代就是说我们要稍微注意一点的 那就是应该说不要有终身像 这个像不是像 我们又回到来 这边讲的这个像字 所以呢 我们讲这个像 为了翻面说 我们就把它翻成三种禅像来说 一种就叫片座像 一种叫取像 一种叫思像 好 那我们就用回解释安那巴那年来解释 修法很多种 但是 什么叫片座像 什么叫取像 什么叫思像 这是三个不同的字 但是它要说明 当我们在常修这个学定的时候 学这个禁律的时候 去按这个三昧的定的时候 比如说我们刚才讲 我们在刚才不是做出入习惯 你在修出息入息的时候 那你在修出息入息的时候呢 那么你会 我就刚才之前说 你会可能会注意到有一个白点 或者有的人会注意到有烟 或者有人注意到前面好像一个 呃 像这些 那么这一些都是因为你在 专注在你的呼吸上面 那么当因为你有专注在你的呼吸上面的时候呢 那你就会 这个呼吸上面这个 因为从佛教的这个观点来看 当你的心是专注在呼吸的时候 你的呼吸其实是 如果它有像的呈现 因为我们的心是非常厉害 你不要看我们的意 我们的心是非常厉害 它如果有像呈现的话 它不会是别的颜色 它一定就是乳白色 换句话说 就是呼吸或者风 从我们的心是的角度来看 你就当成我们心是一个仪器好了 这种仪器呢 它会 可以看得到究竟它是什么颜色 那么所以呢 你就是因为是修呼吸的 也是跟你的风有关系 呼吸也是我们四大里面的风大 那么是其中一个而已 呼吸是我们风大其中一个 所以当你在心专注在这个仪器上面 所以为什么说 你一定要回到你的呼吸就这样 你所出现的像 一定是跟它相关联的 这里只是指说 一种开始一个模糊的 对这个它原来的像的一种模糊的 慢慢变成一个真实体 你记得我很早解释过 什么叫禅修这个字 禅修字原来的意思就是 把一个东西变成一个实体 实体化 具体化 就是具体化 所以当你的关注呼吸的时候 你的取向 会是要么就是一个白点 因为 照流这个白点也不会是白的 像亮的那种光亮 它不是的 当然你会有光亮 你没光亮你不会有白点 那我就不讲这些了 但是 我们回到取向这个字 所以你会有一个点 或者你会看到 好像风这样一直转一直转 或者是你会看到像 一屋 这样一直这样的 绕着绕着 这一些都是呼吸的取向 那 从修的角度来说 你要有这个取向之后 当然你不是要跟着它 你跟着它 就像我刚才说 你是要看老师写黑板的字 旁边当然可能要有些设备 那如果你眼睛就看那个黑板的框框 什么样 黑板这些 那个字 几秒钟它就会消失 你就看不到 一样的道理 你还是在呼吸上面 等到你有这个取向的时候 那么它 稳定的定 记得吗 稳定的定就是我们前面说的 就是离住恶不善法 这个时候 这些恶的不善法 意思是说你在真正跟着这个法 善的法 因为它一定会带给你快乐 离开了五概的时候 这个事项 其实 严格的时候没有百分之百离开 就是你几乎已经开始把它丢开了 你的事项就会出现 那么 那么另外一个 我们把它叫做 骗座像 我先等一下 骗座像 我今天就不多 这也是我只是大致上说一下 骗座像是指说 尤其当我们 如果你已经有定义的人 你要进场定 那么你会首先呢 你就会心想说 我进场定 我用次无量心 也可以进场定 我用白骨观 也可以进场定 比如说白骨 我可以用色观 也可以进场定 但是我如果今天是用 安那巴那念 就是出入习惯 我也可以进场定 就是要看你用什么来进去 那么 所以当你如果想说 我是要用这个 安那巴那念进去 那么你就注意的就是呼吸 立刻 当然你就好像你看一本书 你看很熟练 立刻你可以进到那个 你可以想到那个书里面的内容 所以一样 你就立刻在那里 它就会变成一片出来 所以这叫骗座像 所以在某一个角度来说 骗座像 也就是很像是思想 好 那我们先讲 又是什么叫思想 当然一开始修的人 先是有取向 才来有思想 那么思想呢 就是你要 就像我之前 如果有 刚刚你们都有来上课的话 之前我说 刚刚之前我们在禅修 我有说 等到你这个点 触点 按住在上面 到已经很自然的时候 点就不见了 什么都不见 但你有时候很怀疑 我说你先回来 就是很辛苦都没关系 都要贪心 那个贪心呢 会害你一生 记得我的话 先回来 能做东西 要耐心慢慢做 做得好 后面就很容易 所以你就回来 太点 又呼吸又在 找回呼吸 找个初点 初点找回来 又找回那个 那个安住 好了 你之后又不见了 然后又再死 好了 大概有两次 三次 四次经验 你就知道 前面一定就是有一个东西了 那就是我们所谓的思想 所以呢 思想要怎么去形容它 简单说它就像一个玻璃一样 或者像一个网钻的东西 它透明的东西 你开始不熟练的时候 你是看不到的 但是你就会知道 前面有点 就是前面好像有个东西 但是你的心 如果你每天就去看它 你的电影就会没掉了 所以呢 你先开始修的人 先不要想那么多 知道 反正就是把你的心 放到你的前面 简单说我们用语言来讲 我先跟你讲 不只是跟你讲这些道理 也告诉你这个修法 就是说这修法里面 你就把你的心 放在那个事项上 好了 等到你有事项的时候 我们就为了 有时候给一些 一些汉传的人 疑惑的话 那我们就看看 一些事对人怎么去说 其实这两个都是一样 只是我们用的词句 用的语言 行动东西 那我们就看这一句 因何为无分别影像 当然在泛文叫 尼里瓦 卡尔巴 巴迪奔巴 就是如果你懂泛文 这个字 也比较容易理解 它为什么这么说的 就是 因为啊 卡尔巴 就是本来代表 我们我们中文有个字叫 季度分别 尤其在一些事人 喜欢用这个字 其实不止一些事人 在任何的传统都会用这个字 巴迪战也有的 只是讲的没有像 反正这只是一个 本人宣传的方式 其实都一样都有 就是 你其实就是有一个概念 一个概念的时候 你会有一个深刻的 那个概念 那个概念的一个 一种东西 叫做卡尔巴 没关系 这里是说 因为什么叫无分别影像 你可以说没有季度的 这样的一种影像 就巴迪冰巴 其实应该 巴迪冰巴 你也可以把它翻译成 中文我们都 这个是弦战法式的翻译 就是当然是影像 其实你也可以把它翻译成 就是说 因为巴迪冰巴 有点代表一个影子的意思 为什么 你会觉得很奇怪的 其实我觉得这翻译也 从原文来讲也蛮有意思 因为呢 其实事项 它就像一个透明的东西 对不对 但事实上你如果稍微注意 它除了像一个透明的玻璃 你的定力也好 它也透彻 你定力稍微不稳 它当然就比较糊一点 就像有雾这样 你的好像你的镜子上有些雾 那后面那边呢 你会怎么样呢 后面那边你就会 就是你其实如果注意 你后面 我们先不讲有天然 如果没有的话 你去后面那边 就是一个感觉像 就像影子里面 影子严格说不是黑色 是像你的灰色这样 灰色这样 所以这个翻译也蛮有意思的 反正他为什么把它叫影像 但是有点无分别 因为呢 他就这么解释了 修观行者 受取如是影像 以不负观察 其实我应该这个 我应该这个 就是 就是 他说难记一词所缘的影像 以沙摩他行 即进其行 就是应该要以这个 一个这个影像 用它 以沙摩他的方法 来激进你的心 让你的心给 给他激止下来 激进下来 当然这个因为 这个北系佛教的传统 是用九住心 这个将来我们 可能在网络上不会讲 但是 你问你来修长期 我们都会教的 怎么样 进禅定的时候 用什么方式 这是其中一种 在北系 就会用九住心的方式 所以简单说 我现在只是为了跟大家 有个基本概念 就是说 四相其实就等于 无分别影像 那么这里讲得很清楚 这个是没有办法分别 为什么没有办法分别 像看我们肉体 我们可以去分成四大这些 但这个相 它就是没有办法去分别 只知道有这个东西存在 你不是去分别说 它是地水火风 还是什么都没有 那么是什么颜色都不是 因为它就是一个透明的 如果它今天你看到它稍微变成乳白 只不过你还是在 稍微有注意到你的呼吸 也代表你的心 当然还好啦 就是 就是意思就是好像有一点 就像有点肮脏 或者有点雾这样子 你的心越近了 它完全就是透明了 所以像这样 你怎么去分别它 怎么说有什么颜色 什么形状 如果今天有形状 只不过是因为你本身 修的禅修的方法 比如说你是修安半年 就这么大 那是因为你安半年的意思 如果你修事无乱心 就无限的大了 所以这个就是 简单的说就是 这叫说 简单讲这个东西 就叫无分别影响 那那个时候你是心 修到那个阶段 你要安稳你的定的话 就安住 记得吗 我们刚才讲 属 随 处 止 或者你把它翻译成安住 或者止都可以 那只是一个翻译 它原来意思就是 你就那个时候心 修到安住 已经不是在这一点上面 不是你这笔工 那你是不是到前面 那前面什么呢 就是四项 那么或者在 北系佛教教 五分别影响 好 那我们今天课差不多 不然还有很多东西要讲 我说其实有这样也差不多了 我们到了家 我还是要先讲完这一句 我们看一些问题 我们就结束今天 但是还有呢 什么叫心意尽性 我们也知道 其实当我们学禅定 除了说是有这个正三三学 里面的正三 今天我们讲的正三这个 心学就指禅定 心学就指禅定 其实我们一般讲的戒定慧 其实真正的佛教语言不叫戒定慧 是叫戒心慧 那心那就指定 因为你有定 你心就可以清净 这个定义是这样 那么当然这个学是指什么 就是刚才前面的定义 有三个了解 对不对 一个禅定一个无色界 跟等智 这些上摩菩提 到跟在观上 但是他成就这个 成就这个宪观的时候 这这个 这个都是为他的定学 所谓的定学 或者心学 我们应该研究叫心学 更专业的语言叫心学 那为了方便大家 只是讲定学 那么当时这个时候呢 其实这种心学也是代表心意精心 好 心意精心呢 当一个我们俗俗人随念的时候呢 当我们的所言是可以跟他是相应的 我简单的解释 所以你的心在一直在留住一个方向 不会有恶的念升起的时候 而且是肆意 就会让你很快乐的相应起来的时候 那么你的 他会这种状态 会让你的心一直在相续 所以叫三摩提 三摩提你们大家也知道吗 三摩提就刚好讲了 就是叫净律嘛 也叫做善昧嘛 这是不同翻译也叫做定 那么也叫 所以也叫做心意精心 换句话说 有时候我们佛教讲心意精心 有时候我们佛教讲三摩提 其实这两个是同样的东西 其实 定义上有 你们看了就知道 定义上有稍微不一样 为什么会这样呢 我告诉你一个道理 比如说你修阿那巴那念 你如果听心状就在上面 你说我可以谈四相 我有取向 这样 但是你怎么去解释 当你在修四五两行的时候 你的心呢 其实只有一个善的心 这个善的这种四行 你怎么会 它怎么会变成场地呢 这就是很多人因为他不知道 所以我们一般严格的分 如果我们要谈到四五两行 修上四五两行 要谈到场地 我们一般很 比较不太用 所谓的思想 来去解释 不是说他们不是 只是说 因为毕竟嘛 这个 这就是佛陀的厉害 我们为什么说佛是全知就这样 在这里 因为这样的状态 你看 它就是以你的死心 一直能叔叔的随念 而你的所言进 是跟你的慈心相应的 它不是那种 突然跑到一个 根本就跟 好像有人问 师傅我可以跟一个木头修吗 当然不能跟木头修 可以啊 就是那些人心都不够细 细他会知道 你真的是 刮一个木头 怎么可能会去慈心 是不可能 就当然你心 可能分心一下到 木头又想到那个人 或者想到这个众生 当然那是可以的 但是我们 这个叫做同分所言 当然他能一直叔叔水念 跟这个慈心是可以同分的话 这样的圆境 他变成一直流下来 就像水一样 继续的 没有这个恶的心神气 而且是当然越修久 又越安稳 越舒适的相应 那么这个时候 这种另心相去的状态 叫善魔地 所以为什么修四五两行 也可以成就你的定 因为你成就你的善心 善心一尽性 那么也就是成就你的定 好了 就算你成就你的定 你如果再修四五两行也好 安八年也好 那四五两行当成就是一个众生相 或者以一个慈相 慈相 因为你到后来的时候 你的心 就是一个 我们叫人缘的慈相 都可以生起了 这时候呢 那你就会 可以做 以这个我们前面说 你就是做一个骗座 这样就生起了 那么就因为这样 而进了参与 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 那谢谢大家的参与 我就回想给这个疫情 然后也顺带回想给大家 那我们就结束今天的课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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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大家健康快乐 没有恐惧 跟真的是很重要 顺时顺意 还有要安心快乐 修道非常重要 好 再见 下次见